小冬 未知生物疑似宇宙有灵 表妹好像能量耗尽 所以她的定义是 人类 温特儿 你好 我不记得自己的名字 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但是这种 一个人在一个完全陌生世界的感受 你一定了解对不对 但是我却不知道能不能像你那样 找到属于自己真实的人生 世界上的另一个你留言 我没事了 你怎么办 我 我是 我是想跟你说 明天你要是没事的话 跟我一起去这个城市走一走 万一你在这里生活过的话就 最后遇到认识的人 对了 那走吧 现在都几点了 你是休息了 我还要睡觉呢 我没睡 对 两个选择 睡沙发还是睡床 你怎么想着睡沙发呀 那我这都不好意思 你睡沙发我睡床 坐下 不是吧 很舒服的 不是吧 不是 你有没有绅士精神啊 绅士需要休息啊 晚安再见 完美 完美 夏和 什么 怎么是你 缺何呢 魏总临时有时来不了 这是他补偿你的礼物 是个包而已 我自己买不起吗 魏总摆萌之中 还给你准备礼物 他对你已经够好的了 你去买的吧 对我好不好 要看跟谁比 陈主播 我觉得您还是不要 跟他前女友去比较 虽然他已经失踪十年了 但是他在魏总的心中 是无可替代的 与其纠结过去 您还不如想办法 成为他现在最重要的人 你说什么呢 这话是你说的吗 对吧 刚刚那位先生已经帮你买货了 我到你